无论是90后四大花旦,还是00后最爱的女明星,郑爽总是在这些排名上名列前茅,自带热搜体质的她,谈恋爱上热搜,分手上热搜,整容上热搜,就连变瘦了也会上热搜,这种一言不合就登顶热搜榜的体质也是没谁了。 自从与火焰斌分手后,郑爽还经历了一次放飞自我的时期,这段期间爽妹子经常素颜亮相,就在今年她的新书,郑爽的书签收会上她也是素颜,这让很多网友有了异议,有的网友表示这是对粉丝的不尊重,但郑爽的粉丝却说她只是在做真的自己,不过郑爽在这么正式的场合都如此的随便,私下的她更是不拘一格。 看看这张某网友在机场拍照的郑爽,当天郑爽身穿黑色套装十分朴素,再加上凌乱的头发,很多网友大呼太老土,但是亮点却是她的裤子,真的不夸张的说可以装下两个郑爽,脚踩的不同鞋子也是亮点十足。 还有一次郑爽与爸爸郑成华一起出现在机场,她穿着简单随意,和以往一样素颜现身,但脸色略显苍白,一头齐肩发炸飞,走路风风火火像个假小子,一点女明星的风范都没有了,和一个普通的路人没什么区别。 看看同事90后的国民闺女关小彤,今日有网友在北京电影学院偶遇关小彤,当天关小彤身穿黑色T恤,配上白色外套,脚踩黑色运动鞋,涂上戴着运动帽,显得十分青春阳光。 郑爽和关小彤同事90后小花,如今一个放飞自我不顾形象,一个却是貌美如花形象颇好。